陈老师怎么看待今天的这个指数 包括北向今天的这些动作 当然今天整体市场 其实我们看到 不管是油资品种也好 不管是内资也好 包括外资也好 基本上我认为什么都不管了 所谓的什么都不管呢 就市场在这个位置 任由指数形成一个自由落体 当然管 其实还是管在上证指数 维持在三千零二十点的一个上方 也就维持在上证指数了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分式结构图 然后我们再细讲一下 今天盘面的一些特点 首先今天上证指数 我们看到走出一个平开 弱势震荡之后 在下午走出一个单边 震荡的一个下行 当然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粉颜色线 我们看到中小盘个股 相对还是表现比较强的 但在下午的时候 其实也是被权重股拉下来了 走出一个弱势震荡 目前上证指数下跌 0.45% 收盘是在三零二零点的上方 这是七七二 我们看一下生成值 目前是在0.83%的一个下跌幅度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指 目前相对的跌幅加大 达到多少 0.97%的下跌幅度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 其实在今天整体早盘 相对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小盘 个股表现不错 但是科创五零相应的权重 还是继续的一个下行 今天其实是科创五零领跌 当然今天跌往靠前的还是在于什么 北震五零指数 很多图的期望什么呢 就是北震五零是不是经络则万物生的 结果呢 我们看到北震五零下跌达到7.33%的一个下跌幅度啊 可以看到一根大阴线 以后整体市场 其实北震五零资金已经没有一种红锡效应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数啊 不仅仅是上证指数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上证五零指数啊 其实呢我关注到今天已经破了一年以来的新低了 看一下今天上证五零达到多少 0.43%那个下跌 跌破了这个低点啊 前期这个位置低点是哪天呢 咱们看一下 也是10月23号 他是先破10月23号的低点 好了 也就是什么 在这个位置去年的几月份啊 去年的11月份 这个点他已经被跌破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沪深300指数啊 他其实在近期已经临近了10月底的一个低点了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呢 是在10月23号 发现没有 非常临近了 沪深300指数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指数啊 比如说微盘股 对吧 其实我们在近期也强调过 看一下微盘股 就小盘股在今天的表现 是下跌0.83% 中字头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目前呢 是下跌0.86% 发现没有 就是今天跌幅最少的 还是在于什么 上阵指数 好 我们再点一个点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强调过是什么 在这个位置 我们点了一个点 也就是什么 在3020点附近和3050点那个区间 它是一个弱势的横向震荡 对吧 在这个阶段 我们强调是一个快节奏 那么目前是一个什么 慢节奏 那么这个慢节奏 相比于其他的指数 我们发现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近期 有没有关注的一个现象啊 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是各大基因经理 开始进行一个轮岗也好 或者说各大基因经理 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什么 高频发的这种 轮换基因经理的情况 还是在上一周的时候 还记得吗 周末啊 我们相应的经纪协会啊 重点强调 一个点是什么 你这个可以换基因经理 你可以跳槽 没问题 但是你跳槽 你需要在24个月之后 你才能够新任基因经理 因为经纪经理 频繁换岗 这是其其二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 不允许你炫富了啊 也就是说不允许你 又展现出你的奢靡生活 这是第二点 对吧 好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发现啊 在最近而言 自己听很关键 你会发现外资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还强调的什么 昨天的时候外资啊 整体形成一个拉涨 在1点38分 对吧 在这个位置啊 昨天什么快速拉涨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北向资金进场了 酿酒板块和其他的一些权重拉涨了 包括我们看到昨天其实什么 整个汽车板块也是形成一个拉涨 那今天我们发现什么 目前北向资金流出啊 达到48.10亿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有没有形成一个大比例的净流入 没有 反观我们看到今天另外一个现象 自己听一下很重要啊 酿酒板块 因为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我观察的是什么 早盘酿酒板块是一个低开低走 对吧 然后在这个点形成什么 一个共振是一个拉台 那么收盘上的0.10% 好 我们再看一下贵州茅台 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也在这个点形成一个 整体的低点之后震荡反弹 那么我可以确定 贵州茅台在这个位置 酿酒板块 就是内自推动 这是其包括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虽然说整体的证券板块在盘中形成什么一个震荡回落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盘中它和酿酒板块有一定的共振反弹就在这个位置 形成震荡反弹拉起来了 结果呢 整个市场形成一个回调 好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板块 仔细看 今天其实有几个板块 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流动 比如说汽车类 对吧 今天整个汽车类是不是符合我们在昨天强调的是什么 也就是它创出了短期的高点 可能就有回调 看一下汽车类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创出高点 你看 每一次创出高点 它都有三天到四天的回落 然后才拉起来 这是它一个主要特点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今天从板块上 涨广剧前的是什么 煤炭 日运化工 有色 还有像什么酿酒 半导体这块形成一个冲高回落 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半导体指数 这个为了下跌 AB反弹 B浪形成高点 可能还会有个C浪的一个下跌 好 那么我们把刚才我讲到的咱们做一个简单总结 可能刚才我们设计的点的信息比较多 但是你听我一下总结 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刚才我们强调第一个点是什么 也就是从上一周开始 基金业协会对于基金经理人的更换 有很明确的一个要求 对吧 你第24个月 也就是第25个月 才能够真正的上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重点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近期你会发泄 仔细听一下这点很关键 大大小小的公司 你比如说在昨天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重的一个消息 什么上海国资委的 其实也换相应的一些领导了 对吧 包括像国泰军安 对吧 先离职国泰军安 然后再到上海国资委 以及我不知道大家近期看一看一些相应的行为 我总能够刷到 这个地方换领导 那个地方换领导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这很关键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整体组成市场的关键是人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组成市场的关键是人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咱们可以把这个下面咱们打个666吧 就当成一个三个人 咱们一定要在直播间里面下面打三个六 为什么 你要知道K线所反映的是什么 人的情绪的变化 对吧 人的情绪就像刚才我们强调 外资在今天流出达到48亿以上 这是七一七二 那次来讲的话 今天也就动了什么 酿酒板块 对吧 全天是强势的 而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大举的净流入 或者说大举的进场的关键点 我要告诉大家 核心是什么 现在很多的一些基金啊 包括很多的一些机构啊 包括很多的一些单位啊 包括一些管理层 可能都在换人的阶段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啊 听清楚了 咱就打三个六 就是在换人的阶段的情况下 那么好 这个时候可能发动这一波大涨性的行情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啊 就是也说 这家公司或这家经营经理 这个领导 他正在换呢 可能换一些核心的人物 或者说换一些核心的操盘手 那么换的这个阶段 他怎么可能有大的动作呢 为什么我们近期很多投者比较着急 着急的是什么 怎么还不涨啊 不涨的原因是什么 这家机构的这个主操盘手 可能都在换 或者说 这个领导 他决定这个机构 他也是在换领导 这个阶段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 他怎么可能能轮起来 说大盘立马涨起来 指数能涨起来 这是现在目前不涨的核心 有没有听清楚 北镇50上涨的核心 我们也讲到了 是由于什么 仔细听一下 是由于前期连续形成大跌啊 仔细看一下 是从哪个位置啊 一上市以来 好就涨了一段 然后连续下跌 也就是第一部分 出入室的这些基因经理 好了 如果说你有北镇50相关的机构 至少亏损达到22%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一下 回到这个位置 我们来讲呢 在这儿为什么要拉起来 一个是弥补亏损 第二点 很多的一些 咱们所说的北交所里面 相应的高管干什么 趁着这时候减持 然后吸引一些场外投资者 赶快开户北镇50 能够达到什么 一箭多雕 而且是什么 如果这个位置是牛市行情 和北镇50有关系吗 没关系 明白吗 所以说目前而言 对主板 我告诉大家 其实决定权 还是在于政策 但政策的决定权 之前是什么 现在是很多的一些 机构也好 管理层也好 都在一个人员交替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你要知道 这时候是市场部长的核心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就刚才我们强调几个关键的核心 比如说上证50 上证50已经是什么 跌破了 咱们看一下 已经跌破了去年的11月份的低点了 创出新低 对吧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上证50 它的成分股里面 有什么 有一些相应的权重 那权重里面第一支什么 其实就是咱们所谓的贵重贸台 对吧 其次工商银行 你看这些的整体来讲 基本就没动 对吧 也就是工商 也贵重茅台 今天动了 你看这些都没动 银行没动 保险今天连跌 包括今天我看到 像中国平安大跌 以及我们再看一下什么 一个重要点 叫宁德时代 看一下宁德时代 可创出新低了 对吧 创出哪年的新低 咱们看一下 其实创出了 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新低了 在这个位置 咱们画个平行线 也就在这儿 咱们看一下 是哪 2021年的吧 应该是 2020年4月份 在这儿呢 2021年的4月份 两年半的新低 多么可怕呀 宁德时代都创出 两年半的新低了 在这儿的时候 多么风光 连续上涨 好了 现在而言 我们发现 指数 我们看到 创业版纸 对吧 现在我还那句话 创业版纸和科创5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是双双的 创出新低之后 然后整体和 整个的上证指数 双双形成什么 一个低点 然后形成反弹 我爸有没有听清楚啊 就是目前的市场 你没法说 说哎呀 陈老师 陈振券怎么还不涨 你会发现 只有上证指数不跌 其他的指数都跌 和什么光是 证券板块不跌 有没有下跌 没有关系 它只是小跌和大跌的关系 对吧 包括在今天 我们刚才讲到了 半导体指数 你要仔细看一下 你会发现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它是先跌的呀 我们在11月14号强调 这个位置是一个高位 下跌反弹 那还得跌呀 有没有自己听一下 所以而言 现在 对于我们现在而言 你就记住 下周四 也就是12月7号 它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拐点 目前你说指望着 刚才我们强调说 指望着明天大盘 能够形成一个连续大涨 可能性不大 你指望着后天 也可能性不大 你要知道 近期的矛盾点 我们在前期强调过几个点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第一个 中美双方 双方之间的贸易关系 已经是这个交易结束了 这是其二 是什么 十年期的 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这个也结束了 同时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整体而言 对于政策 你看近期的房地产政策 一个接着一个 政策性的利好 你看今天房地产 也是一个下跌 所以说 我认为 现在而言 不是说 什么呢 市场没有政策 是有政策的 而是这些执行层 什么执行层呢 基因经理 这些相应的操盘手也好 包括私募也好 你看私募 有个关键点是什么 北正五连刚拉起来 没多久 前两天 立马的什么 有些个股关小黑屋 同时有些高管 立马的减持 以及我们看到 以中文在线为首的一些 高标个股 干什么 干一件事情 就是告诉你 我们要重点监控 由自把手给捆起来了 内自在什么 人员交替 外自在 形成一个什么 减仓高抛 那你说 在这个位置 它能涨起来呢 涨不起来 它只是干嘛 干一件事情 护着指数 你说你现在特别着急 还是我们在前气墙那过 也就是什么 行至水穷处 对吧 那么同时 我们所说的坐看云起是 有的时候交易就这样 你不动 你比动强 你着急 你埋怨 你比这个时候 星辰气墙 咱们所说的 你就在这个位置 星辰气墙的 在这个位置等待 变局的发生 我认为 这是一个关键的核心 就这样 这是关键的核心 你看在 一会老师 也是非常深度的 给大家剖析了 现在一个下跌的 背后的原因 包括也有提及的时候 我一直在关注 大家在评论区 有朋友说 讲了这么久 成证券 怎么还不聚焦证券 来挖一挖呢 其实老师刚刚聊 指数的时候 同时也带证券 聊了一些 他背后的原因 当然我们在上一个 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说彭飞老师 和陆维老师 替陈老师 也聊了一聊证券 要么您就证券 今天的他的一个表现 在深度的给大家 再传递一些信息出来 我认为今天来讲 其实我个认为 你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 刚才其实我已经 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你会发现的是什么 自己听很关键 因为近期 很多的一些券商的高管 都在换人 我告诉大家 换人的目的 就是为了合并 做准备的 那么你如果说 想找到一些 并购重组相关性的 这些标的 那么我建议你 找这些 马上换人的 而且是越换越高的 这些层级的人员 可能对于我们 下一阶段 证券板块是有利的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证券板块 房内产板块也好 包括上证50也好 混成300也好 它是属于什么 近期是无差别的 随着指数的一个下跌 就是这样 你如果说 等待什么时候上涨 那你就等待 我们所说的两点 一点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科创50 创业板指 创出低点了 这是第一个 咱们所说的 指数的共振点 那么时间的共振点 就要看12月7号